这只丑陋的水妖看到英俊的男子 就会忍不住抓回去做老公 为了让男人们接受自己 他还会晃化成身材曼妙的美女 土塔国王拥有两个长相俊美的王子 国王对他们寄予了厚望 让他们出去学习治国之道 不料大王子竟迷上了音乐 学起了吹笛子 他的笛声能让世界万物为之沉醉 好舞的二王子则去学习了武术 古若惊奇的他也很快学有所成 可国王认为两位王子这是在不务正业 于是生气地把他们赶出了皇宫 兄弟俩暗暗发誓 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 让父皇对自己刮目相看 刚出发没多久 兄弟俩就遇到了三名被山贼围困的勇士 武艺高强的二王子 毫不犹豫地出手帮助了他们 在打败了山贼后 三名勇士便和王子们成为了朋友 这天在海边休息时 一名勇士好奇地询问起了大王子手中的笛子 大王子告诉他们 自己能够吹出令万物沉醉的音乐 三名勇士听后哈哈大笑 完全不相信大王子说的话 气不过的二王子 急忙让哥哥现场演示一段 让他们见识见识 于是大王子拿出笛子 当场即兴吹奏起来 火不其然 在大王子悠扬的笛声中 众人开始忍不住打起了哈欠 不一会儿便沉沉地睡去了 看着睡去的众人 大王子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可他不知道的是 优美的笛声不仅催眠了众人 还吸引了正在海边觅食的水妖 水妖丢掉了手里的臭鱼 循着笛声找了过去 水妖掰开树木一看 我弟乖乖 好帅气的小哥哥 他随即伸出巨大的咸猪手 大王子健壮 吓得拔腿就跑 但最终还是难逃水妖的魔爪 被水妖抓回的洞中 水妖为了让大王子接受自己 于是 幻化成了身材曼妙的美女 醒来后的大王子 看着金碧辉煌的山洞 也是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 水妖拿着食物走了进来 大王子一眼 就看出了他的水妖身份 原本还想抵抗一下 但最后还是在水妖的威逼力诱下 屈服了 老老实实留下来 做了水妖的丈夫 另一边 二王子和三名勇士醒来后 发现大王子不见了 一番搜寻后 他们在沙滩上 发现几个巨大的脚印 一直延伸到海里 见多识广的勇士 断定是水妖掳走了大王子 于是 带着二王子踏上了营救之旅 可半道上 他们却遇到了两国正在交战 狭义心肠的四人立即加入战斗 很快便帮助正义的一方 打败了邪恶的另一方 英勇帅气的二王子 立马赢得了公主的芳心 很快便被国王招围了驸马 虽然意外抱得美人归 但二王子 还是没有忘掉自己的使命 继续带着公主 前去营救自己的哥哥 另一边 水妖也为大王子生下了一个男孩 有趣的是 小男孩在短短几个月内 便长大了 看来水妖的基因还是很强大的 虽然水妖孩子 都为大王子生了 而且对大王子也很好 但大王子依然思念着自己的家人 总想找机会逃离这里 这天小男孩来到海边玩耍 他突然看到礁石下 露出了一条巨大的鱼尾 他急忙跳下海滩 定睛一看 好家伙 居然是条美人鱼 他急忙上前抓住鱼尾 把他硬生生地拖上了岸 可上岸后才发现 竟是一条丑陋的人鱼大叔 大王子看到后 要求儿子把人鱼大叔给放了 与此同时 人鱼大叔的亲女也游到了岸边 恳请父子俩放了人鱼大叔 大王子一眼 便被人鱼姑娘的美貌所打动 于是给人鱼大叔来了个公主抱 毕恭毕敬地送回了海里 这让人鱼姑娘感动到不行 游走时 还不忘了一步三回头的朝大王子微笑 大王子心里也是乐开了花 没过几天 大王子在海边寻找贪玩的儿子时 又意外地碰到了美丽的人鱼姑娘 两人相谈甚欢 人鱼姑娘还送给大王子一颗碧水珠 只要将它含在嘴里 大王子就能像人鱼一样 在海里尽情畅游了 经过一天的相处 两人也渐渐暗生情愫 这时 大王子告诉人鱼姑娘 自己原本贵为异国的王子 却因长相俊美 被丑陋的水妖囚禁在孤岛上 还被迫跟水妖生下了小男孩 大王子请求人鱼姑娘 帮助自己离开这里 为了报恩 人鱼一家决定帮助大王子逃离孤岛 这天大王子趁着水妖在洞中打坐时 偷偷带着儿子和人鱼一家游出了孤岛 可还没游出多久 水妖似乎就感应到了什么 他急忙回到家中 发现丈夫和儿子全都消失不见 感觉遭到背叛的水妖立马黑化 还原了自己的真身 他提上狼牙棒便追了出去 凭借着体型巨大的优势 水妖很快就追上了大王子几人 他朝着几人就是一棒 打得大家四处飞散 可怜的人鱼大叔和大妈 由于行动迟缓 很快便被水妖抓了起来 就在水妖准备伸手抓剩鱼的三人时 一只金龙剑射中了他的手心 原来是二王子带着救兵来了 二王子和三名勇士随即合力发起了大招 但却被水妖的狼牙棒直接挡了回去 看到弟弟受伤严重 大王子急忙出面向水妖求情 不料水妖不仅不领情 还当着他的面 把人鱼大叔和大妈捏成了肉泥 看着伤心欲绝的人鱼姑娘 大王子再也忍不了了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笛子 朝着水妖吹了起来 水妖瞬间觉得头痛难忍 恳求大王子看在夫妻情分上放过自己 但大王子依旧不为所动 流着泪继续吹着笛子 很快水妖就在自己的骂骂咧咧声中 倒进了海里 成功领了盒饭 电影最后 大王子和人鱼姑娘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俗话说得好 强扭的瓜不甜 强摘的花不香 故事中的水妖强行要和王子结为夫妻 虽然水妖对王子百般的好 但始终无法换来王子的真心 换来的只有背叛和无尽的伤痛